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肾经是我们身体最宝贵的东西 肾的主要功能是吸收和储存来自五脏六腑的精华物质 肾中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对人的生命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旦你放纵自己纵欲,那么肾经就会流失 如果早早的把肾经流失掉了,消耗掉了 人会感觉到精力不济,头脑不灵光 做事情总是不成功 那么说起怎么补肾,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六位帝皇丸 但今天,李老师就教你一个胜过六位帝皇丸的锻炼方法 叫做闭门固经法,来巩固身体的阳气,防止肾经的流失 晚上其实是最容易流失精神的时候 一是有的人会纵欲,难以控制自己 二是很多人会熬夜 这跟纵欲其实一样非常伤害身体的肾经 所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可以先练习闭门固经术 把肾经牢牢地锁在身体当中 那么你可以盘腿坐在家中的床上或者是垫子上 不能盘腿的人也可以坐在凳子上 首先第一是,收气收经法 用两个手分别按住龙虎两个穴位 左手中指收回,中指下点按的穴位这个点是龙穴 这个穴位与心气相通 右手中指收回,中指下按住的穴位叫做虎穴 这个穴位与肾气相通,这就是龙虎二穴 之后我们左手在下,右手在上 左手的中指点按住右手的手心 右手的中指点按住左手的手心 这样就按住了龙虎二穴 这样可以让心肾之气保持稳定,封锁气脉 按住这两个穴位不要动 然后用舌头抵住上唇之内的中心位置 就是人中穴的内部 然后吸气 眼睛随着你头部的转动 从你的正前方向左上方 看到你身体的左后方 尽量的向后看 看到眼角余光最大的程度 吸气的同时 提高,收缩前后阴 屏住呼吸 停留三到五秒钟 然后呼气 眼睛从你的左下方 慢慢的回正 回到正前方 重复这个动作几次 每次都是左上方 向后 吸气 提高 保持几秒钟 呼气 放松 回正 这个动作我们可以重复做九次 如果本来在晚上你的身体有一些阳气上升的 有一些欲念的反应 那么做完这一事之后 就会立刻有所减退 心里面能够立刻平静下来 这就是收气收惊之法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练习 固惊关门之法 仍然是安静的坐着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跟刚刚我们点按龙虎穴的位置是一样的 中指 点按住双手的龙虎穴 其他四个手指 自然的伸开就可以了 两只手掌上下合在一起 放在你肚脐的下方 舌头抵住人中 提高 并且吸气 眼睛随着头部的转动 从正前方经过你的右上方 到达身体的右后方 眼角的余光尽量的往后看 保持三到五秒钟 然后呼气 从你的右下方回正 这样转一周 重复九次 这样做完之后 双手的手掌放在你的后腰处 搓一搓后腰 把后腰搓热 然后静坐十到二十分钟 之后还有第三是 五龙盘体握弓 侧身躺下 一只手弯曲你的肘部 用大拇指按住耳朵后方的 凹进去的这个位置 耳垂下方凹进去的位置 其他四个手指 其他四个手指自然地松开 放在你的脸颊处 另一只手的掌心 贴在自己的肚脐上 上面的这条腿伸直 下面的腿弯曲 舌头抵住上额 闭上眼睛 调整精神和呼吸 让精神和呼吸相互配合 直到达到一种非常安静 非常专注的状态 此时你的身心都非常放松 当我们把自己的身心都忘记了 就进入了冥想状态 精神集中 一呼一吸 意念之中 气从后面上升 前面下降 真气散布到全身 滋养后天的身体 这一是你可以一直保持到 自己入睡的时候 也可以给自己稍微定个时间 比如说10分钟或者20分钟 当我们能够达到 进入冥想状态的时候 时间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中间我们出现了困意 就可以自然地放松身体 调换一个舒服的姿势 自然地入睡 用两只手指点按住 龙虎两个穴位 封锁心肾的经脉 心代表性格 与眼睛有关 肾代表命运 与生殖器官有关 变工的时候 提纲让酷于疾病的紧缩 能够封锁精气的管道 心与眼睛相通 向上转动眼睛 可以让心中的真气 使得虎穴之内的真元抬起 约束筋收缩 这样可以避免失去原样的问题 另外 我们用舌头 在内部抵住人中 鼻子吸气 让气管收缩 聚集在肾内的精气管 也会同时收缩 这样就能够封住 经囊的管口 也可以避免失去真经的问题 自古以来 养生都是非常注重 顾经之术的 这并不是单纯的 为了改善防势的能力 更准确的来说 是为了通过养肾 来提高自己整体的身体素质 让自己的体质 能够更加强壮 中医有句话叫做 经满不思淫 一个肾经族的人 他就不会总是 惦记着男女之间的那点事 他会把精力 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去 事业也会必然做得更加的顺利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